好 再来带您关注的是国际大事美国火车出轨引发了大火 这一辆列车行经二亥二州还有宾州边界的时候 不明原因多节的车厢出轨起火 而且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甚至传出列车出轨的时候 载着一百多辆油罐车冲向了加油站 目前当局紧急疏散方圆1.6公里内的居民 索性目前暂时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黑夜州农烟密布火海一片燃烧 美国一辆列车在行经二亥二州和宾州边界时 突然多节车厢出轨起火 消防员拉起管线灭火 但火势太猛还出动了附近三个州的消防队一起来灌旧 事件发生在二亥二州的城镇东巴勒斯坦 还传出在列车出轨时 载着一百多辆油罐车冲向加油站 目前以加派人力将所有易燃物先运送离开 橘红色的火光照亮夜空 当地东巴勒斯坦证人口约5000人 事发后当局在晚间10点左右向当地居民发布就地避难通知 并在晚间11点要求住在事故方圆1.6公里内的居民要疏散 前往当地高中避难 舒散令暂时不知道何时会取消 但附近居民恐怕真的吓坏 透过一张张在网上发出的现场照片和影片 可见当时场面有多混乱 而目前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列车脱轨仍然不明 具体的灾损和案发经过也还有待调查 TVB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要关注的是飘洋过海到美国的这一颗 中国大陆的间谍侦查气球 中方声称是民用的气象气球 但美方国防部打脸说这个就是侦查气球 而且第二颗已经通过了拉丁美洲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更因此推迟了仿中行程 而且痛批这是侵犯主权 违反国际法 是无法接受而且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前夕 中国高空侦查气球入侵美国本土领空 李的弟弟,哈里森,说他现在在秦布医院 遇到10岁的审判判 选择,判断地拒绝 布林肯在出发前几个小时宣布推迟出访计划 并且直接向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 王毅传达这个讯息 中国外交部网站以不具名声明表示 这高空气球来自中国属于使用在气象等科学研究的民用性质 控制能力有限才会受吸风带影响偏离预定航线 中方对此表示遗憾 但这说法遭到美国国防部打脸 前美国总统川普透过社群网站说 设下那个气球 而众愿新成立的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席 加拉格尔表示 他不相信这是搜集气象数据的气球 基于地面人员的安全考量 目前美国还没设下中国间谍气球 但国防部正密切监控中 也没有排除设下的可能 只是如果美国设下中国资产 不管是在美国境内还是境外 这都将是地缘政治的敏感行动 就是这颗出现在美国上控的大陆 间谍气球引发美中情势升温 美国国防部对气球的来头及动向持续关注 从卫星图来看 大陆发射这颗约三个公车大的气球 飘洋过海一万五千公里 能飞这么远 无甲大厦透露 上头除了有监控设备 原来还搭载太阳能板发电 目前气球飘到北卡罗来纳 美国国家海洋纪大气总署预估 最快周六就会从东部海岸离开 考量安全因素 也怕不小心踩到法律红线 美国致敬没有击落它 不过也有气球疑似被击落的消息 传出在网路上疯传 因为这颗气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决定取消仿中行 但分析指出 其实最希望布林肯去大陆的 恐怕就是习近平 专家认为这趟仿中行 对想缓和目前局势的大陆相当重要 但恐怕气球得先离开双方才能持续对话 TBS新闻综合报导 好但真的只是不小心飞进美国的领空吗 有专家不这么认为 日经新闻报导 这恐怕是中国大陆借机要观察美方军事地点 或是要测试美国的反侦查能力 进一步详情要来请教作恒 好美中情势似乎是还没有缓和 尤其是最近大家讨论的非常热烈的 尖叠气球这件事情 那么其实这个气球 它现在是在这个位置 是6万英尺 相当于1.8万公尺 那么距离这个10万英尺的领空 可以说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这让美国非常生气 认为说这是到了他们的领空之内 所以这有美国专家直指说 这个气球入领空 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 即便要急落它 它也是合乎国际法 可是到底这个气球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现在各方有不同的评论 不过可以看到 确实它已经导致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 访问中国大陆行程 是现在要临时喊咖了 这是不是一种心战呢 美国智库专家就说 大陆派出这气球的目的 很可能是为了要测试 美国的反侦查能力 也就是说看看 你真的能够查到吗 这个气球没有官方的标记 所以到时候万一查到了 他可以说这是民间的 打出的是这种似是而非的牌 而华府另一位智库专家则认为说 其实北京卫星是不断的监视 美国的飞弹和战略基地 所以按理说 并不需要透过这个气球 所以气球看起来是有一些多余的 尤其是在这个美国的国务卿 要访问中国大陆之前 所以他认为这可能是一场心理战 所以要呼吁美国放弃对台湾的支持 大陆的间谍气球飞越美国上空第一时间 我们来看到大陆的前环球时报的总编辑 这一位胡锡进立刻拍片开呛 他说这根本不知道是哪国的气球 还说用间谍气球抹黑 操作敌视中国大陆舆论 他说非常low 结果当天就被自家的外交部打脸 证实这一颗气球确实就是来自中国大陆 他制造中国间谍气球的宣传 这是很流氓的做法 大陆气球飞越美国上空事件 三号曝光第一时间 大陆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 立刻拍片开呛 说不准呢 是从哪个国家升空后 意外实现了超出预期的存活 飘到了美国上空 拿它来勾起人们对冷战时期 间谍战的回忆 帮着进行敌视中国的舆论动员 这很low 胡锡进一开始想撇清气球和中国无关 还形容是离奇故事 但没几个小时就被自家外交部打脸 气球的确来自中国 但事实上 大陆外交部一开始在记者上回应气球事件 似乎也不认为和自己有关 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 一贯严格遵守国际法 无意侵犯任何主权国家的领土和领空 就在间谍气球事件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决定 延后中国大陆访问 但大陆外交部4号措辞强烈反击 中美双方没有宣布过什么访问 美方发布有关消息 是美方自己的事 大陆官方同时公告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已经和布林肯通电话 对偶发事件进行沟通 就在中美官方紧张气氛升温之际 大陆民间因为旅美大猫熊乐乐离世 气炸了 美国田纳西州孟非斯动物园3号公布 大猫熊乐乐离世中年25岁 原方正在进行医学调查 还不能确定死因 因为乐乐申请画面 曾多次被大陆网友质疑 太瘦弱居住环境脏乱 是美方出于照顾 甚至有虐待嫌疑 原计划中美双方已经达成协议 4月就要把乐乐接回大陆 现在传出死讯 让不少大陆网友难以接受 TVBS新闻中乔城李敏珍 综合报导 好 再来我们一起关注的是乌尔战争 双方持续在乌东地区基站 尤其乌军还在苦苦等候西方的军援到位 那么来看此时 美国的国防部宣布了 要再度加码22亿美元的军援 内含这一个陆射小直径炸弹 叫做GLSDB 射程可以达到150公里 而且可以摧毁装甲车 只不过目前看起来 美军的签署合约之后 首批的武器交付 还需要9月时间 换句话来说 就是乌军恐怕还要继续的苦撑才行了 不过我们来看到的是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他信心喊话 他说目前没有人要放弃巴赫姆特 而且会尽力全力的来固守这个要塞 另外他也说会奋力的抵抗 直到所有的西方武器运打为止 而目前至于在乌军的俄军的部分 最新的战术似乎是把瓦格纳佣兵 当成了人肉武器 成为前线的炮灰 躲在豪宫内攻击 乌克兰前线打得辛苦 但是乌军在这里面对的是 根本不把士兵性命当一回事的 瓦格纳佣兵集团 得意的炫耀 挥下佣兵四肢冻坏了都不轻言撤退 瓦格纳佣兵把士兵伤亡 当成对普钦效忠的战果 大肆宣传 但是实际上 恐怕是把从监狱里招来的 这些罪犯士兵当成炮灰 直接推上前线送死 乌俄都在巴赫姆特 投入了大量武器人力资源 眼见越打越不顺 乌克兰也急了 喊话要武器快点来 泽文斯基深声催促 美国听到了 媒体抢先曝光 美国一批22亿美元的军援 马上要宣布 这当中最受瞩目的新武器是 这一款英文简称为 GLSDB的陆射小直径炸弹 精准度提高 重点是打得比 HIMARS还要远 射程至少150公里 让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攻击范围至少多一倍 而乌克兰需要的不止军援 还有这一项来自欧盟的保证 乌克兰表示现阶段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似乎已经松懈 但是欧盟保证将在2月24号乌尔开战满周年时 对俄罗斯祭出了第十轮制裁 肯定是会让俄罗斯的经济倒退回上个世代 TVBS新闻总和报道 乌俄战争迟迟没有办法落幕 现在甚至传出美国劝说要割地和谈 这个根据的是瑞士媒体新苏黎世事报披露 说美方向俄方提议让乌克兰已割让五分之一的领土 换取结束乌俄战争 传出基辅当局是以不愿意分割领土为由 所以拒绝了 而莫斯科当局则是认为俄方最终可以取得胜利 所以不愿意接受和谈 但目前针对这方消息 美俄双方都是否认的态度 那么现在乌俄战争也即将届满一周年了 根据西方所掌握到的数据 俄军的死伤人数已经逼近了20万人 尤其前线的死伤惨重 但普钦似乎是没有要罢手的迹象 后续最新的一个进展要再交给作恒 好 俄乌战争也变成一场延长赛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够有这个转机呢 会不会有可能受到官兵死伤的影响 让普钦改变心意呢 现在专家就说不太乐观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先来看到在乌俄战争当中的死伤估计 说是俄罗斯军队将近有20万 而乌克兰方面也有10万 而且这个还不包含平民的死伤 在乌克兰部分至少就有3万人 但是俄罗斯的分析师就说 这些官兵的伤亡 是绝对不可能可以阻止普钦 要达成战争的目标 另一方面要持续这场战争 当然要找盟友 俄罗斯和中国大陆的关系 到底是真的好还是假的好呢 虽然说在中国大陆方面 不断强调说和俄罗斯是合作不封顶 友谊无上限 但真的如此吗 打上一个问号 俄罗斯的问题和安全事务专家 就提到说看看过去 普钦没有从大陆获得他想要的支持 尤其是社中利益少合作 比方说像是在武器交流的部分 显然双方还是各自有盘算的 再来是习近平受邀春天访问俄罗斯 却没有回应 这也反映说双方不遵循清晰的原则 不过不管如何 在俄乌战争之下 这位安全事务专家认为说 大陆恐怕还是最大的赢家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如果俄罗斯胜利的话 那未来中国大陆获得的是一位强大的伙伴 但是如果俄罗斯战败的话呢 也很可能会沦为大陆的附庸 好我们也从乌俄来看台海 美国CIA的局长伯恩斯透露 根据一份情报显示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下令军方 2027年之前准备好入侵台湾 这个情报的可信度有多少 要再来请教作恒 好台海情势的紧张 有没有可能在什么时间点 中国大陆可能会武力来侵台呢 那么现在美国的CIA局长伯恩斯 他就说美方是根据了一份情报 当中知道说习近平已经是下令了 说共军在2027年前将会打算要入侵台湾 那很多人就说这个在入侵台湾之前 当然中共呢当然会做一些评估 那么看看现在俄乌战争的情况 不如一开始想象的俄罗斯方面的预期 那么会不会影响到中国大陆他们的想法呢 伯恩斯是认为说习近平确实很可能 会因为乌俄战争而稍微有一些清醒 可是呢他认为还是不应该要低估习近平亲台的野心 而且呢他在这场演说当中呢 他也提到说大陆是美国最大地缘政治的挑战 而且这个比起和苏联竞争的时期呢 可能还更为激烈 为什么会说更为激烈呢 因为这个更广泛了 像是从军事意识形态 再加上太空以及科技还有网路战 他甚至形容这是一场全球的竞争 而的确在近期台海又不大平静了 传出共军的054A型护卫舰呢出现在苏澳外海不远处 因此我方是出动了纪德级军舰出海捍卫 那同时你看到美军也在旁边紧盯 出现了三方同框的状况 但专家认为这并不能代表台美双方有协同作战 中共054A驱逐舰发射干扰弹 毕掉演习红军锁定 这行的卖点就是要能在雷达上隐身 不过传出2月1号出现在我苏澳外海 照片上清楚看见 最前端的就是共军054A型飞弹护卫舰 中间若隐若现的则是美军提康德罗加急巡洋舰 其中最靠近摄影镜头 也就是最靠近台湾沿海的 正是我军纪德级飞弹驱逐舰 传出位置距离苏澳外海24海里现不远 同时在同一个场域出现 并没有办法证明我国与美国在 协同进行这项军事的行动 必须要从通缅的新闻之中 才能断定两方是否有协同作战行动 而我海军针对这事非常低调 只说不方便回答 若暗图所记的确散发出共同包夹感 但前海军舰长分析虽然同框出现 但无法认定台美双方就是协同作战 除了军事外交上学者分析和这是有关 我觉得这个是有的 这个不但跟麦卡锡有关系 可能跟这个布林肯也有关系 这个当然就是整个讲起来 就是跟美国有关系 麦卡锡他现在也在故弄玄区 意思就是他原本说要去 要来台湾 那结果呢现在说又没有计划 那又说北京不能够左右我 学者分析美国众议院新任议长麦卡锡 说此反复显然自有盘算 而美军和我军同框出现 也有这味道 美军当然就是要把台湾拉在一起 而且不但拉在一起 还要把台湾送到前线 送到这个当炮灰 从探空气球到跟肩共建 不难看出美方外交上 对台亦有风吹草动 对岸动作丑眉小过 这位新闻我军展中海与台北 参谱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